美方一向以人权未始自居 却不断亲手制造人权灾难和悲剧 美方维护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权 而是彻头彻尾的霸权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嘴脸 国际社会一目了然 也用行动做出了回应 面对联合国大会连续三十次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决议 美方应该做的是认真倾听正义声音 立即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贸易限制和封锁 不要再继续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自1992年以来 中方已连续三十次在联大投票支持 古巴反对美国封锁的决议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人民 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 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